河南特色美食,家常烙馍,不用发面,一层又一层的,外焦里软放凉了,也不发硬 这是300克面粉,放3克食用盐,先用一半开水烫面,另一半用凉水和面,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半烫面的做法 揉成较软的面团,用保鲜膜包住饧面10分钟 碗里放一勺面粉,加半勺的盐,半勺花椒粉,倒入一勺热油,调成这样的油酥 揉好的面分成三份,取一份擀成薄一些的圆饼,涂上一层油酥,油酥涂抹均匀,才更容易分层次 再撒上葱花,葱花可以多放一些,烙好的饼葱香味更浓郁 中间划一刀,从一头卷起来,边缘和底部捏盐时,小头朝上方按扁,松弛5分钟 生胚醒好了很容易擀开的,擀成薄饼 电饼称,预热刷一层油,放入饼胚,表面刷油锁住水分,开中大火烙制 我用的这款电饼称,保温好,火力足,30秒饼的底部就烙金黄了 中间还鼓起了大炮,烙至两面金黄出锅,全程不到一分钟,柔软又多层